陳遠慧一把副縣長所說過的話 然後我們覺得他 鄉親跟我們覺得他說的 說的不對的地方 敷衍的地方或是想卸著的地方 我們會在這裡跟各位鄉民做說明 那我們現在就會對現在最主要的工作 就是要蒐集我們所謂的連署書 那連署書的話如果你同意我們 會針對力把我獻到爭取安全的訴求 同意的話我在這裡肯求各位 就是簽下那份連署書 那因為這份連署書就代表我們的名義 那連署書收集到一定的量之後一定會越滾越大 代表的力量也就越來越多 那因為現在正統選舉的時候 也許我們的在座的對候選人 可以幫上我們忙做我們的後盾 那我在這裡可以跟各位就是保證一點 就是我們自救會的連署 親連連署裡面 是完全沒有所謂的候選人 跟有黨派盛產 所以各位放心我們絕對不是 就是為了這個 就是說用這個自救連署的活動 是為了補位參選選舉活動 在這裡可以跟各位大家保證這一點 好那接下來我就請另外一位 我的親妹妹一把 之前的圓民台的製作人 說明一下今天的接下來的流程跟影片的說明 好謝謝各位 大家好 各位在座的鄉民以及我們各候選人大家好 那很高興有這機會我們今天來到台灣 就是這邊來做這樣子的說明會 那其實我們自救聯盟 我們在成立的第一個月 其實就在我們第二場 我們在泰魯鄉那一場的時候 就是進行了我們跟縣政府的第一次對話 我們是直接拉到明明台的節目 波羅大小生 直接對著所有原住民 就是對所有的族人 讓他們看到說 究竟我們的訴求在縣政府他們的態度究竟是如何 所以我們就把這樣子的對話 第一個對話 直接拉到電視台的live節目 那今天我準備的影片呢 就是那天的節目就是 副縣長代表縣政府的回應 那我是把它全部撿在一起 那我相信各位看了一定會有自己的想法 一定會有很有感覺 因為這邊的沿線的村民其實就緊密在185縣道 是非常能夠感受到那個威脅 那個威脅就在我們的身邊 而且附落的小孩這麼多 這些都是我們的家人 相信各位看了一定是非常有感覺 好